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全新的Sony ZV-E1 HIGH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 我手上这一台白色的相机就是Sony全新出的热腾腾的ZV-E1的相机 这台相机前一阵子Sony已经把它的规格还有些发表会都已经出来了 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使用它的使用心得以及我为什么会买它 首先这台相机的亮点第一个是它的价位不贵 大概在2200块钱美金左右 而且它是一个全画幅也就是我们讲的full frame的相机 它支援4K 60帧 并且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式 比方说美颜模式 然后还有一个产品展示模式等等之类 就有点像是更加升级版的ZV-E1 ZV-E1这个相机我在好几年之前我就已经开箱给大家了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 这个ZV-E1基本上就是Sony出的顶规版的Vlog相机 它另外一个最大亮点是它里头的感光元件同等于 Sony的A7S3以及Sony的FX3 基本上就是把很强的感光元件下放给一台Vlog机 以现阶段的产品规划来讲 ZV-E1基本上就是Sony的顶级的Vlog相机 所以你今天是针对要拍Vlog或是自拍 或者有一些基本的开箱 并不是以专业的这种拍摄使用的话 ZV-E1是非常符合你的需求的 第一个我必须先说 你如果是专业人士的话 我想你买FX3 A7S3大概应该是更好的首选 ZV-E1比较针对是说就是 比较不是专业人士 或者专业人士当作Bcamp使用 那我在这边讲的不专业人士 比较主要是指是说什么 是你今天想买台相机直接开起来按下去 直接就拍摄 你也不要去想太多 有一些设定可以让你调一些 基本上就搞定了 就有点像是半个傻瓜相机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是有这样子需求的人 这或许就非常适合你 那另外一个适合哪些人 适合就是说你如果之前是很喜欢用iPhone拍影片 但是你觉得iPhone可能在晚上的这个 拍出来的影片并不是特别好 或者是你想要更深一集 让你的影片更加有层次 颜色更亮丽的这些 看起来的升级的话 ZV-E1会是你的首选 那这边我刚才讲 这个2200块钱这个价钱其实算非常好 你如果以看整个 ZV系列的产品的话 从第1个是从ZV-1 再来是ZV-E10来讲的话 它那个都是大概 处于在7-800块钱左右的相机 那它不是全画幅的 而且它也不支援4K 60帧的这个 拍摄速度 所以呢你如果是对这些 有更好要求的朋友们 基本上就是非它莫属啦 那你如果跟 A7S3去比较还有FX3来比较的话 A7S3基本上在美国的话 是3500块钱起跳的一个相机 FX3更别是说将近4000块钱 所以你想要 这一台呢 你是 FX3的半价 但是你里头感光元件呢 并且拍出来影片画质 基本上跟FX3差不多 所以为什么这次呢 Sony就是很厉害 把这一台 做的 基本上是 没话说啦 好 但2200块钱 也不是算最便宜的情况下 所以你如果今天 不是想要追求极致感的朋友们 或者是你觉得 4K 30帧的影片非常好用的话 其实Sony的 ZV-1 或Sony ZV-E10 可能还比较适合你 这台相机呢 我首先当拿到手上的时候 其实跟我的FX3比较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的塑胶感有点 太多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点可惜啊 如果它整体上来说 可以用的没有那么塑胶的话 其实蛮好的 那当然啦 你如果从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呢 还有一些其他缺点 比方说 它只支援 一个 那个 SD卡槽 然后呢 它这要使用的这个 HDMI呢 也是 那个HDMI Micro HDMI就小的 而不是那个 Full Size的HDMI 所以可能在这方面呢 你若是比较专业人士呢 在这边可能会觉得 有一些缺点在这里啦 但是你如果以一个正常普通这种 悠闲拍摄 或以Vlog拍摄为主的话 其实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啦 那整体上来说 它的大小呢 另外一个很好的亮点是 它 它比 FX3还有 A7S3 小很多 从我的观点是因为 我这几年呢 突然变成说要出去 就是 飞来飞去 跑来跑去的时间增加了嘛 那 每次一天到晚总觉得说要带很多 这种 又大又笨重的相机在身上的话 其实是 久了也会累 所以其实我这几年呢 一直在缩小我自己的 这个 这个 所需要带的器材 包括笔电也开始缩小 iPad也开始缩小 基本上都往小在跑 那这一台相机出来了 真的是一个刚刚好 就是它也是在缩小状态 但是还是可以达到 FX3的这个拍摄效果 那在这一台里头呢 它里头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亮点是 它增加了一个很厉害的防手震 那这个防手震呢 大家看到是说 基本上呢 你只要手比较稳的朋友们呢 你用走路的情况下 它基本上你都不需要三轴稳定器 就可以把它拍摄得很好 像我现在基本上就是用走的 跟手持 大家可以感觉到说 其实没有像 比方说自己拿的 iPhone 或者是 拿着 一个防手震比较差的相机 来的 抖 抖动比较严重的状况 这台防手震 其实非常非常好 那当然你如果把它开到最高的 那个动态防手震的情况下 有一个缺点是它的裁切相对来说 比较严重 它最高的防手震设定的裁切 几乎是1.5倍 你还是可以维持 4K 的这个影片画质 只不过 因为它裁切是1.5倍的关系 所以你的镜头呢 可能要 优先的去做规划 比方说你可能得买一个 16mm或18mm广角镜头 让它有裁切 裁切到20几甚至30的这样子 所使用 另外一个很多女生最在乎的就是美颜 那这一台因为是ZV系列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也有内建的这个 柔肤美颜效果 那当然呢 你如果把它设定在 轻微的美颜或中 中级的等级 中阶等级的话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你如果把它开到高阶的情况下呢 你可能这个美颜 会太多 所以我并不是建议 但因为你可以把一些基本美颜开起来的话 其实后置上来说相对可以 方便不少 那 有些女生会觉得说 你可能直接用iPhone拍不就好了吗 可以啊 iPhone是有很多软体可以做美颜 但是问题是 目前呢 我并没有找到一个 可用iPhone拍摄美颜的这个软体 可以达到4K60 的这个 影片拍摄效果 很多呢 都是4K可能顶多 15到20 那个帧的速度 1080可能勉强到24到30 速度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你如果有办法 找个4K美颜的话 女生 绝对是会 喜欢不少啦 那这台ZV-E1 就有做到喔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裁切的部分 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最基本的防手震的裁切 我现在如果换到就是中阶就是Active的防手震 你大家可以看到这裁切 明显就有 这个裁切一部分 这个大概是在1.3倍左右 那我们现在把它 换到最高 防手震的裁切 现在这是最高防手震的裁切 大家就可以明显看到 它明显就进去了不少 基本上是1.5倍左右 但是呢 这个好处是当你 用手持的话 你基本上 你感觉不出来 它有非常严重的抖动 你如果是以自己正常在拍 Vlog来讲的话 就是比方说你现在是自己拍自己的情况下 我用手持的走来走去 你只要没有说非常乱 在那边乱跑的情况下 基本上这个的 防手震是非常足够用的 甚至呢 我个人都觉得 可以省略到三轴稳定器 那当然啦 这个不能取代三轴稳定器 因为你在某些情况 比方说要快速走路啊 或者是 跑步的情况下 三轴稳定器还是非常 需要的嘛 但基本上用手持拍摄 你这样在 外头啊 出去旅游 拍个Vlog啊 这样子 需要讲一段话的话 基本上这个的 防手震 是非常足够使用的 麦克风的部分 我老实讲啦 基本上任何这种 内建麦克风呢 包括iPhone内建麦克风 其实iPhone内建麦克风 比这好很多 这个内建麦克风 我在这边就不做测试 因为我个人觉得 是非常勉强的 可以使用 你今天如果只是 随手拍拍 不太在乎 收音的话 你可能可以用 但是你如果是要 讲话讲得 比较清楚的话 或者是你在收音要收清楚 基本上任何一台相机 内建麦克风 基本上你都可以在这边打 叉叉啦 所以呢 这个相机 ZV-E1 也是 包括在内 它里头内建麦克风 就是非常勉强 所以我还是建议 你如果要收音比较好的话 一定要外接麦克风 可能 去搭载个什么 放在热靴上的 或者是有个直接的 无线麦克风 索取使用 会比较好 OK 以上就是 这是一个 非常快速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使用这个 ZV-E1的心得 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包括它非常强的自动对焦 还有一些 对焦 什么支援 动物对焦 宠物对焦 鸟类对焦 汽车 飞机的对焦 它都非常厉害 甚至里头还有增加新的AI功能 并且自动切换 就是 拍摄的 状况的 背景的需求功能 其实很多很多 在这边我都不多说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 直接去他的官网上头去看 那我在这边就顺便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会买这台相机呢 对我而言 因为我 并不想要一天到晚带着我的fx3一直跑 所以呢我找了一台 可以拍摄出同样 的这个 画质的那个一个相机 但是呢 让它变小 就是缩小它的大小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因为真的 你上飞机背一个大背包 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 整体上来说 它这台相机适合谁呢 适合是你要 攻顶 拍vlog的朋友们 比方说你今天 想要拍一些影片 就是拍摄自己的vlog 拍一些在 Instagram上头用的影片 或Facebook上头用的影片 但是你又不想要花大钱去买 比方说 A7S3或fx3这种 ZV-E1 就非常符合你 并且它里头也有包括一些 蛮好使用的 比方说美颜功能 还有一些背景功能等等之类的 以及 这个 就是产品 产品功能 所以都蛮好的 所以呢 对一个 有这些需求的朋友们呢 它基本上是绝对是攻顶 那当然呢 前提是什么 它要符合你的 荷包嘛 对不对 这台相机 2200块钱美金 不包括镜头 说实在 也不是说便宜啦 因为你随便买一个镜头 比方说我手上这个 16-30的F4 这个镜头呢 就大概是1500块钱左右 但你可以买一点便宜的镜头 但是我并不建议啦 所以呢 2200块钱 你再抓个 比方说1000块钱 买个镜头 就差不多也3000块钱了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那会不会 ZV-E1呢 比较好 使用呢 只要是你觉得好使用 其实任何一个东西都好使用 没有是说 你一定要买更好的相机 才有 才有办法拍出更漂亮的影片 ZV-E1呢 对我而言呢 你如果是刚开始 荷包比较紧的朋友们 预算有限 但是还是想要拍这些 Vlog啊 或者是在Instagram上用的影片的话 就是非常棒的一个相机 ZV-E1是适合谁 你要更好的画质 你要拍 4K 60帧的影片 你要拍10bit的影片 还有422的影片呢 它 就会是你的最好的选择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 按下小铃铛 以及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我是胡老板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